我就是那一個 附會面書的 過動了 我覺得你真的是過動了啊 就像凱薇洋那麼優秀 家裡也那麼富有 沒事就可以去做E-mail 所以我不用照片看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次我打過去你不接 他不理我 從來沒有人這樣不理我 哇 哇今天這個人是誰啊 他還躲鏡頭 我知道我是像凱薇洋 你知道你今天要來我多開心嗎 謝謝謝謝 今天是不是走 不會不會不會 來進來進來請進 一進來要先猜就是什麼東西 二無機 再高級一點 雲機 再高級一點 金雞 哎呦 二無機 金牛 金牛做 金兒 有有有 有喔 有 講完之後就有了 哈哈哈 好各位孫總頻道的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開心 來了一位 我的 偶像 謝謝孫總 真的啊 因為你每一集我都有看啊 而且 看你的片子很療癒 因為 你很會 有沒有哪一段你特別的 有啊 我今天要去訪問一個 非常紅的YouTuber 哦 你是那一集 賤人 哈哈哈 那一集 騙了很多點餘事室 對啊 你很賤耶 我不知道怎麼呈現那業配用的 哈哈哈 對 那你有經紀人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自己談啊 我可以變經紀人 你可以變經紀人 通常自己談價錢不大齁 我還在去衡量我在市場的價值 人家會找我們有沒有 就是人家就是 開太低呢 留損自己未接 但是要開到一個合理的狀況 我今天是也蠻想來問問看 那孫總 過去到現在啊 一些 Mega 還有一些 手段 還有一些 以前 跟現在的差別 但是 不是講手段 技巧 技巧 NO 我會開始注意那個凱薇洋 哪有家裡都能不能用手 真的 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當醫生 因為我就是 那一個 不會唸書的 黑鬥兒 我覺得你真的是過鬥兒啊 可以一點啊 那家裡不會逼你嗎 會啊 特別是 媽媽們 因為大家都這樣啊 對 而且你是唯二的男性 夠了解吧 夠了解 孫總真的是 對啊 憐憤 對啊 因為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家有這個 而且是整個台灣都有這樣的觀念 對啊 那我其實也不會覺得這個好或不好 這就是一個生態而已 對啊 然後 而且這觀念是從我 阿松就是 醫生了 他是日智時代的醫生 所以都念日文書 然後我阿嬤因為跟他 你阿嬤也有講啊 說他很會嫁 你阿嬤超好笑 我真的很厲害 只有國小我六年級畢業 對啊 你還會回台南看到我知道 對 他住雲林 那台南是誰 台南是我家人 哦 我們家人都各分東西南北 那只有你在北部 對 所以看到影片的時候就是我們聚在一起 我們平常也不太聚在一起 沒有 而且你們家人為什麼都那麼愛演 他們就很有舞台慾 他們很有鏡頭慾望 所以你只要告訴他題目 他們就每個人都演 我有時候我只是鏡頭拿出來 他們就開始一直講話 如果還沒開始save 他們就開始一直講 我剪片的時候有時候很煩 包括你媽 牙醫 對 看你們去日本我也覺得 太好笑了 真的太好笑 謝謝孫總 欣賞 那 你現在什麼工作啊 其實我還是比較多在 跟朋友進行電商 我本來要做啊 就孫總有夢商城 但是我也是盤不到好的價錢 我一直不開 因為我都希望 我的粉絲進來買 可以用最便宜的價格 買到最好的公司 嗯 不過可以先從 自己的頻道開始 再賣周邊 從自己頻道就好 對啊 但是孫總應該不太需要 這個收入吧 不需要啊 我現在孫總來了的收入 我是開另外一個公司 進另外一個戶頭 我將來這些錢 全部就空了 那我的戶頭會給你這樣 可以啊 可以啊 開玩笑了 我剛才跟Simon講說 我終於今天認識到一個小孩 我不用替他 規劃任何一件事 什麼意思 我現在都在養別人的小孩 幾個我覺得很棒的小孩 那一個現在是 陽明醫學院三年級 還是桌球隊長 那一個是22歲去銀行貸款 70萬去做投資 對 因為大家認識我 都想當藝人 嗯 但他跟我講他想當老闆 所以我就一直很幫他 那家裡也不是太富人 所以買了一套西裝 穿遍任何場人 我覺得我的小孩不能這樣 所以我幫他買了一套西裝 真的是 嚴夢大師耶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 人到一個階段要會分享 嗯 我常講說我自己生的小孩 可能都沒有辦法這麼優秀 那這些優秀的小孩 我們為什麼不支援他 就像凱薇也要那麼優秀 家裡也那麼富有 沒事就可以去做E-mail 所以我不用照顧他 哈哈哈哈哈 今天特別來分享你的智慧 因為就算是照顧我那一套 哦真的嗎 以後你隨時可以問我 很見你知道嗎 我說凱薇洋 我們要見面 我們是不是要先通個電話 他不理我 從來沒有人這樣不理我 你幾天才回你自己講 但是我明明看到 你掛在線上 哦是哦天啊 我應該把他關掉了 滾 我就看到 你在線上了 真的假的 對啊 但我應該在 哦好 第一次我打過去你不接 我就說 我完全沒聽到你知道嗎 真的嗎 真的 我是後來 欸 打給我 你在解釋嗎 SIMASSE 你真的都這樣嗎 沒有因為我 應該說 因為我知道 時間跟地點 我們已經約好了 所以 我的腦袋想法就是 當天 就是會在見面 就是在那時候 所以你剛才也討異 啊我沒有錄嗎 啊我沒有化妝 所以你看你就不 你就不黏我啊 哦因為我不曉得 原來 對不好意思 因為我可能不清楚 我就覺得 我這皮質很高傲 因為我生活比較多 太忙 忙什麼 對 我很想問 我覺得我現在繼續講 就是挖更多洞 沒有 讓沈總一個一個差 忙什麼 說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YouTuber 然後我也是我自己的剪輯師 我自己寫腳本 我自己要當導演 我自己當主角 我要去搜尋各式素材 我要了解觀眾 然後還有我自己的本業 這也很重要 然後我自己本身的 一些交友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目前其實 我不是你的交友狀況嗎 呃 這是你九個條件之一 被抓到了一個 對 你不知道孫總很會抓 所以我其實不太想講 就是因為我知道 一定抓得到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一輩子都在做人啊 所以你們在幹嘛 我都懂嗎 所以我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誠摯的道歉 沒有 你在顯示你的特別 所以你把自己的事情 放在第一位就對了 你這樣講其實也是沒錯 這是我需要改變的 因為你有回答我說 你好像都是這樣 對 對啊 我還在熟悉 因為我是二月才開始被看到 五月退伍 所以我這段期間 我一直在熟悉 我覺得我們的人類腦 還沒有辦法接受到 其實被這麼多人看到 你算數人爬得很快 去年 2022年 突然爬很快 那現在開始變慢 但是2022年 沒有你一定會有一陣子卡關 就像你說你也是做副業 我們在做開心 尤其你都在記錄你們家的生活 非常難能可貴 所以 開心的做 而且你的創意會無限 他發現我的開心是不回自己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人 這個直接電死 老實說你有沒有看我片子 稍微 稍微是多少 三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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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七八十支了 你每一支我都有 對啊你都在忙你自己的四年 你根本打算看我 我已經跟你一樣 比你做了兩年多才看三支 來 不要檢查 不要 大家 來相機拿過來 來 我看 我看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有沒有訂閱 有我看我有看 你有沒有訂閱 來趕快按 有 鈴鐺我也不瓜了 等一下有開 來找我要取經 要交朋友的 他是不訂閱的 忘記 我不好意思 我不敢也沒有勇氣告訴你 欸你去做一美那一集 你做得非常好 你說皮秒那一集 對啊 我覺得你很說服我 真的嗎 對 而且你看流量就知道了 對確實 但新的一集我就覺得還好 但是上一集呢 我是真的發自內心去表示這件事情 在說對不對 這件事情 因為我打在我身上 所以我會很想知道 那黑色說黑色的東西怎麼消失的 嗯 當我一理解的瞬間我腦中就有畫面 不過因為鳳凰電波跟音波 是打在我身上沒有錯 但是打一點點 而且我實際效果也不多 所以我很難真的站在一個 啊我今天很想打的立場去理解這件事 用簡單的方式去把它詮釋出來 而且我很喜歡你們家在一起的感覺 而且每個人都好好喔 你們為什麼家族鄰居力這麼好 我們家族沒有鄰居力 怎麼說 每個都只要我的錢 真的嗎 我沒有騙你 那可能你是你們家族最不會賺錢 都很有錢 只有你沒錢 所以大家都疼你 相較他們 對啊我是沒錢 對啊 他們疼不疼你 是蠻疼我的我覺得 我覺得超疼 我在這邊說我媽特別照顧我 這樣子 而且 又很可愛 很會逗人家笑 我喜歡看別人笑 所以為什麼那麼愛看你的片子啊 我看你的片子 會覺得好療癒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可以這麼治癒於人 我的拍影片的核心中指是 我希望別人透過我的影片感受到溫度 因為就溫度這件事情 是很難表達出來的 但是單純的一直闡述 溫度的事情就會顯得沒有溫度 所以我就想透過生活之中 我與別人所插出來的火花 的這個火花可以透過鏡頭 要噴到他的身上的感覺 那你就做得很自然 尤其阿嬤去的時候更好笑 阿嬤 阿嬤太好笑 但是你很會逗他 我其實我會Cue 因為他就很愛罵 我就Cue他罵的那方面 你一Cue他就罵嗎 他很容易 他有幾個爆點實在很好爆 關鍵的幾個人物 特別討厭哪個國家 每些行為 對去跟他討論這三點 你只要點就出來了 點就出來了 你去日本會覺得阿姨也好疼你 阿姨還不錯 對啊 還可以這樣吃來吃去 都還可以 齁你看 你今天一天都在罵 我其實那邊拍影片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 我媽媽們的確是 太喜歡念東面西 所以我就想把它拍下來 讓他們看到說 原來你念別人念的樣子長這樣 他們看的有變嗎 沒有 對啊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牙很快就可以破百萬 好 慢慢的 對 破百萬要請我吃飯了 百萬錢就可以請你吃飯了 百萬錢就可以請我吃飯 原本要請你吃飯 但是我今天跟你交流之後 我也不太擔心 擔心什麼 你能吃的餐廳真的不多 嘴巴比較丟 但是你拍的餐廳 你吃的東西都很好嗎 那是我媽 他出錢的 對啊 我目前跟家裡出友影片 我算是孝親 我還沒真的拍我想拍 我是孝親 我的心態是孝親之旅 其實有很多段 我被罵爆 我走信到暴暗室還是 我不要影響他為止 孝順 為什麼會被罵爆 有一次 因為我媽有幫我買一個 地鐵票 它是三日券 有一次過關的時候 我就忘了用 就一次而已我忘了用 然後我就刷了西瓜卡 然後我媽直接在後面打碼 然後我看一下我怎麼 我自己刷多少錢 刷190 然後就在日幣 然後就在日本的車站 東京 大手頂站 你幹什麼東西啊 你是不是這樣給我花的嗎 我媽說久 五分鐘 那其實也只講兩三句 但是在當下 因為我們準備要去吃米其餐 在他當下 你知道嗎 所有食慾都沒了 但是我又不能回嘴他 因為回嘴他之後 所以讓他也吃不下飯 對對對 所以我就認錯 對不起 すみません 孝順的孩子 你以後媽媽這樣罵的時候 你說媽你當醫生 這才多少錢 我講過了 你死定了 死定了 死定了 絕對不能講這話 只能說對不起我錯了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他安靜 這是最管用的方式 各位看到沒有 這就是孝順的凱文陽 而且你帶大家去看 各種角度的富士山 對啊 對我試著 然後還有歷史的角度啊 對啊 會有比較 真的有做功課喔 所以跟你比起來 我真的不認真 你的認真 已經早就累積好了 嗯 我還在認真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凱文陽 來孫總頻道 喜歡凱文陽的 記得訂閱 凱文陽 台灣的IG在這裡 好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掰 記得訂閱孫總IG 掰掰 本來想做一集 我覺得會被YouTuber罵死 好的跟不好的 你屬於讓我歸類叫 優質的YouTuber 你所表現的一切呢 是家裡有教育 那有些是 為了賺錢去 華眾群眾 有了錢之後 他的人生就變了 跟他的Cup分手啦 什麼理念不合啊 怎麼樣 我真想回答他說 因為你賺錢 你變了